实现豪宅主人梦 宜兰独立森林包栋别墅 由期间独栋别墅组成的Villa群 就注立在宜兰县五节乡的田野间 这是宜兰当地最近火红的风格民宿 独立森林 由于四周的注入水塘 想进去还得有木桥连接 就像与世隔绝的独立小岛 这么special的设计 幕后推手来自于它 建筑师林宪庆 独立森林 这个栖息地就是有七只后鸟的概念 然后这个鸟的就是 没动就是一只鸟的一个鸟房子的概念 那七只鸟有七只它不同的性格跟属性 因为它站的位置不一样 有人站在水里面 有人站在草地上 有人就站在那个水跟草的一个交界处上 目前开放给客人的六栋别墅中 像这栋被取名为杜鸟城堡的别墅 因为位在水域岸边 就像是一只慢慢过渡前行的鸟 另外像是漂浮在水上的水鸟城堡 从外观上看起来 就像是一只鸟正以单脚站立在水边 还有最旁边的飞鸟城堡 看起来好像要起飞的样子 每栋建物除了外观各具特色外 内部格局和设计风格也不相同 独立森林的室内设计 全由林宪庆的设计师老婆操刀 不仅每间房型光线充足 而且都在美式风格的开放式空间 连浴缸都大辣辣的躺在房间里 为了给客人最好享受 室内所有家具建材寝具 通通不计成本重金打造 不仅如此 美东户外还有专属的游泳池 完全是豪宅等级的奢华享受 而且美东Villa还各自有一位管家 能够24小时随时服务 尽力满足客人的需求 这里提供给入住客人的 有免费的下午茶 早餐和晚餐 还贴心提供脚踏车服务 让顾客骑单车畅游蓝阳之美 来到独立森林 让你就像做梦般享受当一日豪宅主人 体验一趟既顶级又朴实的双重感受